这是发生在外国的神奇一幕 一只狐狸突然闯上人类的院子 随后竟对着屋里的人大叫起来 神情显得十分焦急 听着狐狸悲怅嘶哑的叫声 大叔也是疑惑不已 只见狐狸三步一回头 迟迟不肯离去 大叔突然反应过来 小家伙或许是遇见了什么困难 特意来到院子里叫他跟上 本着日行一善的原则 大叔抬腿跟了上去 很快小狐狸就把大叔带到了一处空地 眼前的一幕让大叔心疼不已 原来是狐狸宝宝被囚网缠住了 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挣脱枷锁 反而越挣扎缠得越紧 实在没有办法的狐狸妈妈 只好冒着危险寻求人类的帮助 大叔赶紧回家拿来的工具 然而察觉到人类的接近 狐狸宝宝被吓得上蹿下跳 大叔平静地按压住他扭动的身躯 一点点清理他身上的网绳 随着一根根绳子被剪断 狐狸宝宝似乎察觉到大叔没有恶意 逐渐安静了下来 最后一根绳子已经深陷狐狸宝宝的皮肤 大叔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小心翼翼地操作着 如果大家看到了这里 不妨留下一句好人一生平安 一起为大叔和小家伙加油 在大叔的努力下 小家伙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大叔并没有让他立刻回到妈妈身边 原来小家伙的手臂已经出现伤痕 必须经过治疗才能避免感染 大叔将他带到了兽医面前 经过检查才发现小狐狸的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他的手臂不仅肿胀破裂甚至还骨折了 幸亏大叔送来得及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小家伙终于痊愈了 而在这期间 为了报答大叔的恩情 狐狸妈妈经常来探望大叔 一人一胡在不知不觉间 建立了非同一般的情感 万物有灵 世间有爱 愿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温柔对待 最后也祝福这位善良的大叔 愿好人一生平安